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0日 非常感謝有網友看完小弟昨天的影片之後 就留了言言給小弟 就是他其中提到的一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在網上挖掘了多一點資料 再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其中一位網友在他的留言中提到 美國很有趣 當新冠肺炎的疫情開始爆發之後 美國的流感就少了 其實這句話真的反映到現實 因為我們如果回到美國CDC的網站 我們就會看到 美國的流感的高峰期 定義為10月1日至3月28日 整個情況 已經有兩萬多至六萬多人死亡 真的 自從美國一開始爆發之後 到了3月底 他們就已經不再為流感的數字去更新了 即是某程度上可以說已經告一段落了 其實我們再看看今年的數據 其實跟去年的數據比較的話 會不會真的相差很遠呢 在去年就是由11月 就開始上升的流感數字 2018年我講的 就是上一個循環 就是2018年的11月開始 一直到1、2月時間 而且是由A型流感 做主導的 我們再看看 在各種死亡人數去年是去到3萬4千多人 總住院人數去到49萬人 我們可以比較今年的數據 住院人數是40萬至73萬之間 死亡人數是24萬至63萬人 咦? 看下來都不是比去年嚴重很多 但是我們只要看今年的流感高峰 其實跟去年有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往年都是由A型流感 即是甲型流感 去帶領美國的流感高峰 只有1992至93年 是非常特別地由月型流感去帶領 這個月型流感的帶領 除了在92至93年之外 就是剛剛過去的流感高峰期 19至2020年 才再有一次這樣的情況出現 其實如果是月型流感 又即是怎樣呢? 月型流感其實就是 四類流感的其中一類 A、B、C都是影響人的 C型的流感影響沒有那麼大 很少傳播都是一些比較輕微的感染 很少說作為一個疫症傳播 A和B就是比較嚴重一點 而D基本上就是影響牛隻 不會影響人類的 我們再看一看 如果我們把B和AC比較是怎樣呢? B就是往往會導致一個更輕微的症狀 相對於甲型流感來說 所以月型流感的死亡率也會低些 但是大家也可以想回 咦?不是啊 死亡率來說 今次的流感高峰 和上次的流感高峰差不遠 而且上次估計的數字是 26000至52000多人 而今次估計是 24000至63000多人 那個不差就大了 但是那個上限也高了 那如果一個流感是 輕微一些症狀的流菌株所引起 原則上應該不會死那麼多人 那我們又看看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拿這個話題來說呢? 就是因為現在在CDC的網頁上 查流感 就會出了另一個版面出來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 那這個就看到 其實他們對流感的 的更新已經是少了 因為他說 根據實驗室證實 流感的活躍率是低了的 那他們也有提到 就是如果有一些嚴重的症狀的話 極可能是和新冠肺炎是有關係 那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在流感開始爆發到現在 十月份到現在 其實CDC疾控中心的這個聲明 是不是都有效呢? 會不會當時一些比較嚴重的病例 會否都是由新冠肺炎病毒引起呢? 既然現在嚴重的病例有機會 當時十月開始 其實會不會都有部分的嚴重的流感 個案其實本身就是新冠肺炎呢?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也間接得到 疾控中心的總監 Robert Radfield 是承認了 說有部分 新冠肺炎的死亡呢? 就是被誤診為流感的 就是說他都公開承認了 就是這兩萬四至六萬三千個 流感病人死亡之中呢? 有部分 其實他們經過驗屍 是發現其實他們是死於新冠肺炎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到底是何時爆發呢? 根據CDC的網頁 10月1日就開始流感高峰期了 10月1日接種後 有多少宗是新冠肺炎的案件呢? 我們不知道 我相信也沒有可能再知道了 但是整件事 令到美國真真正正正的爆發 那個時間 其實我們真的要把它大大推前 甚至極有可能早過在中國的湖北武漢市的爆發 那其實呢 就回到源頭來講 到現在科學家都是說 這個仍然是一個真空 這個知識仍然是一個真空 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很多 網上的留言呢 是把矛頭亂指的 其中有一個 都在印度的報章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呢 中國就在加拿大 偷取了冠狀病毒 然後呢 將它武器化了 那裡面呢 就很詳盡地 就說了一大堆說話 就是說當時是怎樣 他們會有這個病毒的 然後呢 就是怎樣呢 中國就在加拿大的手上 偷了回來 那其實 如果我一開始聽這個 我已經覺得非常之奇怪了 為什麼 冠狀病毒要去加拿大偷的 中國沒有的呢 那我們眾所周知 2003年 沙士的爆發 也是冠狀病毒 2012年 這個中東呼吸綜合症的爆發 也是冠狀病毒 那如果要冠狀病毒做研究的話 沙士那時候 草落的冠狀病毒 應該也不少啦 那為什麼呢 要去加拿大偷呢 那果然呢 這是一個虛假消息來的 因為很快呢 加拿大本身就已經澄清了 說有中國的科學家 偷了冠狀病毒 其實是沒有一個事實根據的 即是什麼呢 吹水 OK 吹水不要緊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看回 其實我們這次的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SARS 和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冠狀病毒 他們到底是不是有親戚關係呢 科學家研究呢 就說他們是有親戚關係的 但是呢 新冠肺炎病毒呢 就有一些很特別 很特別的特質 就是呢 到現在都沒有完全了解 亦都跟 跟SARS 和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冠狀病毒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他也在這裡提到呢 就是 COVID-19的性質呢 是跟SARS比較相似 就是跟MERS相似 那所以呢 如果相信 好像印度這份報紙說 中國要去偷冠狀病毒來做研究的話呢 我相信極不可能的 因為呢 由SARS開始研究 這次的病毒會近一點點 那所以呢 絕對可以看得出呢 網上有很多這些消息 都是無的放置的 大家呢 最好呢 就是多點找一下 旁證 多點找一下反證 然後呢 看看有沒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還有呢 如果它是假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揭穿了 那但是呢 如果說是 中國做 既然是一個網上傳的謊話 那如果說是美國做 你猜大家 大家覺得有沒有可能呢 那這個 留給大家自己判斷 那但是 小弟呢 就在自己之前幾條片呢 都一直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一篇科學文獻的 是在NATURE 自然雜誌的科學文獻 那這個科學文獻講些什麼呢 就是呢 有班科學家呢 大罵美國政府 罵美國政府是什麼呢 就是說美國政府很衰不衰 批准了別人去做冠狀病毒的研究 這個研究呢 就是將冠狀病毒呢 嘗試將三種不同的冠狀病毒 就把它呢 抽取裡面不同的基因資料出來 做一個混合物 他們覺得這個研究實在太危險 是不應該做的 那這一篇文章呢 其實就在這個網子上面 可以找到 他也有提過 就是他本身這個 研究呢 是由美國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去批准他做的 那在哪裏做呢 這個文章上面呢 就沒有說到 但是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這篇文章呢 是2015年11月12日發出來的 即是說他的研究一定是早過這個時間 大謊話話 都是說著整個五年前 接近五年前 四年多前 那其實呢 在這裏呢 這個時間線很有趣 我們看到2015年呢 其實美國已經做著 冠狀病毒的研究去製造新病毒 那在臨爆發之前呢 就有一個新聞出來了 就是2019年的8月份 美國疾控中心 就關閉了一個 軍方的細菌實驗室 簡單來說就是 生物武器的實驗室 就是因為呢 它嚴重違規 有幾樣東西 有七大規條 它是違了的 其實這一個呢 就是現在在網上非常出名的 Fort Detrick 或者Detrick 我不知道是正確發音 這個Fort Detrick 它呢 就 是說呢 因為它違規 所以被 8月份的時候 被刪了 那它裡面在研究什麼 當然是軍事機密 怎麼會知道呢 那所以呢 到底會不會是做 剛剛說的這一份 自然雜誌裡面 所講的這個研究 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會不會 完全沒有可能呢 我也不敢這麼說 所以我們姑且 就看看 當時 到底有什麼違規 那它其實呢 就是有些比較瑣碎的 就是說有些人可以 直接走進去房間裡 三四次 那間房間是需要 這個呼吸 保護裝備的 但是它沒有帶 那麼 他們說這些比較嚴重 也是 另外一個嚴重呢 就是說 沒有良好的 護員的培訓 那 尤其是對付一些有毒 或者一些比較高傳染性的物質 那另外第三點呢 就是說 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比較輕微一點點的錯誤呢 就是說 它們呢 就是沒有帶保護衣物 那 而且呢 它特別這裡有說 就是 Bio safety and containment procedures Must be sufficient 就是說呢 就是 當有人要接觸這些病原體 第一就是 它的 保護要做得很好 第二就是 那個病原體 要被 收藏得很好 即是不能洩漏 那 所以它這裡 它說是一個比較中等的 違規 但是呢 小弟也覺得很嚴重的 而第四點呢 它呢 就是說 都是好像第三點那樣呢 就是說 它們未能夠 是做好 它們的人生保護 以及 對於 裡面的一些 病原體的 保護 那 所以呢 就令到 當時在裡面工作的人 是有機會 沾染到這些病原體的 那 那麼 老實說 你很多時候 什麼時候才會有人去查一個機構 有沒有違規呢 大家相信都會很清楚 因為呢 這麼多機構在運作中 你不可能政府每一個都去看的 通常什麼事呢 有人舉報出事 才會走去查一下 是否違規 這次這件事是否因為這樣而起的 小弟老實說 真的不知道 因為屬於軍方的 都是最高機密 但是呢 如果它 有洩漏的話 會是洩漏了什麼 會是導致什麼 結果呢 暫時來說 我們都未可以有很實質的證據 但是呢 美國疾控中心呢 小弟也是之前有影片分享過 就是在11月份 他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舉動 就是他呢 大量地聘請 一個位置 叫做 公眾健康的顧問 而且這個顧問呢 特別要求呢 他是有這個 防疫隔離檢疫的經驗 因為他就是負責主理這方面 他請的不是一兩個人 廣泛地在全國 很多個州份大城市都請同樣的位置 老實說 我就覺得 如果是說這個位置本身已經有人在做 那你說會不會同時間 有這麼多個州份都有人辭職呢 我覺得機會很微的 所以呢 極有可能 其實這個是一個身家的位置 如果是身家的位置的話 大家不妨想像一下 為什麼美國需要請一些有隔離經驗的專業人員 是不是他們預計有病菌病毒會大爆發呢 將兩個時間我們一起看 一個八月份發生的新化實驗室被暫停營業 被暫停營業 接著到十一月份 他就大量請人預備去做隔離 然後真的去到二月份 請了人之後三個月他們正式上馬 因為整個美國都要受到 那些民眾都要開始受隔離了 大家覺得這個時間線 是不是非常之吻合啊 小弟呢 真是覺得很吻合 但是呢 我們還要看看另一個更加巧合的時間線 就是發生的是 原來在中間 八至十一月中間 曾經有美國派團去武漢 參加世界一連一度的軍隊的世運會 那麼這個軍隊的世運會 也這麼巧是在武漢舉行 他們什麼時候到呢 在這裏看到 就是十月十五號 他們就抵達了 那麼美國呢 他們呢 總共有十七位運動員是參加的 那麼所以呢 就是有十七個美國人 在八至十一月的期間 就去了武漢 然後大家知道 武漢跟著發生什麼事 就是武漢呢 就開始有怪病 開始出現 然後呢 就是中央就派人去調查這個怪病 還有搜集證據搜集樣本 去找出他的病原體 接著就在十二月底呢 將這個新的冠狀病毒帶來的病呢 就是匯報給世衛組織知道 那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時間 真的非常之吻合 那我不敢說 一定是美國人將這個病毒帶去中國 但是這個時間線的吻合 我們有什麼其他更合理的解釋呢 我就留給大家自己去判斷了 那其實小弟呢 都希望在網上 可以再找一下有沒有其他資訊 可以多些知道 有關美國派什麼人去參加呢 那我發覺呢 其實講這一件事的不多 因為現在呢 很多時候的新聞都集中了在 中國和美國之間呢 受新冠肺炎疫情 那個源頭的麻戰 那但是我找了這個呢 是shortonline.com 3月19號的 那我嘗試按進去呢 但是結果很遺憾呢 是沒有辦法再去回這個網站的 那為什麼這個網站會突然間關掉呢 不知道 那所以呢 也都很遺憾在這裡 沒有辦法再給到其他資訊給大家 那但是呢 我們就看到時間線是這麼吻合 那地區來講呢 到底也都有沒有一些 很巧合的情況給我們看得到呢 那我就上網找了 Fort Detrick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Google Mac上面很清楚呢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就是做一個新化的實驗室 地址也有的 那小弟呢 就把地圖拉遠去 那就叫Fort Detrick 就是在這個美國的東北部 那小弟呢 就今天剛剛呢 就把他和最新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的分佈圖作了一個比較 這個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分佈圖 大家有沒有覺得呢 好有趣地呢 Fort Detrick 差不多是在整個爆炸得最重要的區域的中心點 而且他距離爆發得最厲害的紐約州 只是非常之近的而已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那這個我相信呢 大家也真的可以理性地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那麼巧 Fort Detrick 一個被 一個因為他違規 就是在 違規在這個 沒有好好保護他的工作人員 以及呢 導致有 風險洩漏病原體的一個 研究組織 關了那個位置呢 就那麼巧就差不多是美國 這個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中間有沒有什麼聯繫 還是單純是一個巧合呢 小弟覺得 未必是這麼巧合 但是呢 這個呢 就留給大家判斷 去找出自己的答案了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想說到 美國呢 就是現在開始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叫做是開始穩定了 那美國呢 就是跟著呢 就是開回Fort Detrick 那所以呢 其實整件事的時間先 當我們把所有的東西 拍在一起來看的話呢 其實中間的巧合呢 是令人覺得非常之驚訝的 就是驚訝的程度就是 如果說這些全部是單純巧合的話 小弟一定不相信咯 那至於呢 其他人會有什麼看法的話呢 我留給大家自己做個理性分析 那小弟呢 就很抱歉了 在這裡我只是提供 一些個人的想法 和網上找回來的客觀資訊 那到底是一件什麼事呢 我留給大家自己去理性分析 和提供給自己的答案了 好 那現在呢 就是最後想和大家總結一下呢 就是世衛組織 其實一直都說 這個肺炎的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雖然在美國是首先被發現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這個疫情早在我們剛才所看的 2019年的10月份 開始在美國已經有 但是沒有人發現它是冠狀病毒的病 真正發現它是冠狀病毒的病 真正發現它是冠狀病毒的病是誰呢 就是中國 而且是在武漢發現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中肯的說法 但是這樣是不是代表它在武漢是源頭呢 世衛組織都說 其實這個病它的源頭是在武漢 它的源頭現在是完全未知 只是這個病是在武漢開始發現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中肯的說法 那現在呢 就是中國和美國都一直是這樣呢 在說爭辯中到底是誰是真正這個病毒的源頭 誰是始作俑者 那而且科學家也都很努力去填補這個知識的空隙 希望呢 在北九的將來 我們可以找到 確確實實的證據 可以看得出這個源頭 到底是來自美國 還是來自中國 那其實現在呢 在基因圖譜方面呢 都已經有很大程度上 的指證 有很多證據呢 都是把那個懷疑點呢 是放了在美國那邊的 尤其是呢 尤其是呢 尤其是基因圖譜呢 就發現 這個病毒 它的祖輩呢 其實是在美國那裡才找到 反而中國呢 就是找到一些子孫而已 那那 顧物論呢 各位相信的是 哪方面 但是呢 我們看到有很多實證呢 都是現在呢 就是帶出了很多 關於新冠肺炎 病毒源頭的疑問 那我們很希望呢 科學家 可以盡快 為我們解答這個疑問 那小弟呢 會一直跟實 整個疫情的發展 和整個疫情 對於這個病毒的研究的發展 那當有新的資訊呢 小弟又會再錄另外一條片 再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是大家有興趣呢 再參與小弟 我們將來去討論的話呢 那就可以訂閱了這個 免費的頻道 那還有呢 按個小鈴鐺 那當小弟有新片錄了的話呢 大家會馬上通知的了 那非常之感謝大家的時間 那我們下一次再有其他話題 再跟大家聊過 我先來看 我們下一次的時間 大概是一個小鈴鐺 那是一個小鈴鐺 那就是這個嗎 我們下一次的時間 然後是一個小鈴鐺